给我们带来个什么宝贝说一下 这是一颗陨石 对 杰克陨石 给大家 宝贝您怎么得到的 它是世界陨石协会的 哦 就专门收藏陨石的是吧 对 世界陨石协会在全中国只有五个人 它是其中一个 还是外国人 我以为那位兄弟是给他当翻译来的 结果我发现这位法国的朋友 说的在中文说的真好 老师 以前我们的节目之中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陨石 对 这个呢 大家可能 这两年的陨石大家比较热 大家说的陨石 大家可能第一想象的 就是那个铁陨石或者石陨石 上来呢 黑色 褐色或者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那么表面上我们看到这种 像浪花一样的 这样的 就是当时留下的这种 气息的印记 所以像这种来讲 应该也是比较稀少 那么我记得我前些年 我在香港 我见过一些 捷克的天然玻璃 做的手势 有真的有假的 有真的有假的 那这件东西 从它的这个表面的 这种表象来看 它肯定是真的 而且这个大小呢 非常大 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完全保持了 它这种 在陨石 在陨石 倒击地球的时候 产生高温高压 给这种二氧化灰质 带来的这种印记 这种大的比较少 一般的都是10克以下很多 断到20克以下的 涨到95% 这是125克 像这个看起来 就像一个海参 对这种东西来说 应该这两年刚刚在研究 当然我知道国外已经 包括我们有 与世协会 我们包括南京评文台 我们也都在做一些 我们今年也有博士生 有硕士生 都在做有关方面的论文 像是我们对它的了解 会越来越多 那么也谢谢 对各位法国朋友 给我们带来 这么一个 这么漂亮 这么完整 天然的捷克 天然玻璃 给我们大开眼界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大家